哈囉大家好 我是平平百姓 今天要來跟各位來做精辟分析的是 RO仙器傳說艾如初見 最新的扭蛋機系統 有四個 這一次扭蛋機有四個 來跟各位來分析划不划算 那不曉得大家小時候有沒有玩過扭蛋機 那本人在下我基本上是沒有玩過扭蛋機啊 那難道現在是 長大了就可以實踐夢想的時刻了嗎 還是夢想幻滅大家要想一下喔 欸對夢想畫面還是夢想實現很難講 等一下來跟各位來做分析每一個扭蛋 它到底會不會好算 那首先第一個我們先看到的是這個印記石板扭蛋機 我們來看一下它技能能力 冰霜天地 大家都要這個紅色的嘛 短戰永昌後在墓地的區域 墓地區域 深層半徑8米 直徑16米的冰霜區域 很長喔 持續8秒的冰霜區域 冰霜區域內敵方每0.5秒 移速降10%等於1秒20% 最多降低80% 所以4秒就把你降到底了 那敵方進入區域內3秒後會進入深層冰凍 持續3秒 深層冰凍不會受冰凍免疫的冰凍的影響 每10秒可生效一次 看起來很香 看起來很棒 但是 魔鬼藏在細節裡啊各位 為什麼 技能看起來很強 來我們來看一下它這個 印記石板的 詳細說明的這部分 冰霜天地 看一下 下面說明是一樣嘛 可是注意下面寫什麼 冷卻時間3分鐘 180秒 共同冷卻0.3秒 所以它不吃共冷的解析力 所以你硬深深的要等3分鐘 要等3分鐘 所以這個印記我建議只有在打PVP的大課長 去想辦法弄 那合理 大課長可能合理 一般中小課我覺得不要去想要去想要拿到這個 就算拿到了你也不一定用得到 講真的 這紅色的主動印記 基本上我在實戰當中很少用到 但是有句俗話說得好 輸到用死方很少 所以這很適合課長 再重要的是個PK 公衛戰 工程等等 在用的 所以中小課我沒有很推薦 那再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機率詳情 它機率你可以看到它可以拿到 稅裂的印記結晶 瑕疵的 其他這些拿不到啦 這是基本上是讓你抽圖鑑的啦 那如果你是拿到這個 你的成本 這邊這個鑑一張是150 但是你換到了這個就100塊 100秒啦 所以我個人覺得沒有划算可言 當然機率我知道這邊寫4% 這邊寫31% 但是我目的不是紫色石板 我一定是橙色以上或者紅色 目的是這個 所以這個我覺得沒有做特別划算 在影片最後再跟大家講 這個牛蛋的一個主要的特性 主要的特性 那這邊先一個一個分析 那再來的話是貝魯茲的扭蛋機 那貝魯茲的扭蛋機它划不好算 我們看一下一樣 它下面可以換到神秘齒的扭蛋 那可以看到這邊全部都變0%了 原因為什麼 因為剛才有人抽掉 這個等一下也會一起跟大家做分析 這個神秘的齒的扭蛋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齒的扭蛋一個 原價120 可是你這邊這張卷也是120 它這邊一張卷也是120 它這邊一張卷也是120 所以沒有比較划算 懂我意思嗎 所以中小客如果你在抽這個的話 我認為好像 就是等於在燒你的廟啊 齁 那一樣最後齁 跟大家講這個 這個扭蛋機的一個特點齁 這很重要看到最後 齁 所以你假設這個抽的話 那我等於是在跟加上買差不多 我只賭一個機率在上面齁 當然大家都是要賭一個機率 再來的話是卡片扭蛋機 卡片扭蛋機的話 一個成本不便宜喔 300喔 齁 但是你可以換到什麼 換到 欸 幻象網卡 我覺得幻象網卡我自己覺得 不曉得不曉得為什麼 我覺得實用性還好 反而是這邊可能會比較有用 古城的啊 迷你的啊 紫色的 我覺得可能還比較有用 我自己覺得啦 齁 那幻象網卡 除了它原本的能力 當然也可以篩收場 齁 這是另外一個方式 那我們來看下面這東西 你花300秒 你可能會換到什麼東西呢 欸 為什麼我說沒有很推 你可能換到水母 欸 你可能換到水母 欸 這水母大概100 100到200秒 就是 一兩萬ZB而已 這樣我們伺服器啊 所以你可能花300 換到一兩百 所以我覺得不划算 這在這裡 齁一樣 特性最後再跟大家講 這個扭蛋機的特性 所以你可能會換到一些垃圾 懂嗎 再來的話是精煉扭蛋機 齁精煉扭蛋機 精煉扭蛋機的話 一樣往下看 你可能會換到這個 高級精煉自選盒 有可能換到這個自選盒 那自選盒 基本上一個也是50秒 齁 那你這邊成本呢 欸 也是50秒 這樣你們懂我意思嗎 所以 從頭看到尾 我整個看下來 我覺得全部的 都沒有讓我覺得划算 對吧 大家應該也是這麼覺得嗎 那他抽這個扭蛋 到底意義在哪邊 這就是我最後要跟大家講的 因為這個扭蛋它有個特質 就是你只要抽到後來 它機率會做變動 越抽機率會一直變 會一直變 有沒有看到 機率再變了 所以越多人抽 假設下面這些東西 全部都抽掉 只剩一個冰霜天地 冰霜天地 就會變百分之百 所以這個扭蛋機 齁我幫它取一個名字 叫做互相傷害扭蛋機 好不好 互相傷害扭蛋機 跟我念一次 互相傷害扭蛋機 沒錯 它的目的就是讓你互相傷害 等到你抽的卡池 好這邊有 有一個特別 有一個說明 你的獎勵數量減少到一定數量後 扭蛋機將會關閉磁鏈抽進 僅保留單抽的按鈕 齁 所以在最後 因為上次大家有看我抽嗎 我抽了一個紅色印記 花了不知道幾萬 忘記了 但最後我是抽到 就有抽到啦 那所以 它變成讓你 有一個互相傷害的機制在 我變成說我想要這個冰霜天地 對不對 那最後大家抽 你看這邊還剩363個 等到差不多的時候 大家就幹嘛狂抽猛抽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 大家不太會抽 那這個貝魯茲 我敢保證 剛才一定 有人瘋狂抽 然後其他人會跟上 所以我在直播的時候 大家千萬不要跟 好不好 我們只是在互相傷害而已 所以這個我沒有推的原因 就是它沒有一個保底機制 但是 以卡片扭蛋來講 我花300秒 我可能倒不如 我去 我直接去抽保底的會比較好 懂我意思嗎 它不是 集滿幾個那個幣嗎 我們就可以去換了 或許 我覺得那樣反而比較穩 那這邊跟人家互相傷害 如果你傷害到後來 中獎的不是你耶 它雖然說最後會關閉嘛 只剩下單抽按鈕 可能讓你感覺課長不會比較佔優勢 可是你中小課 你有幾抽可以抽 以中小課而言我覺得 太虧了 再來它這個 每天這個 會更新 所以你在擠什麼 你不是課長就不要跟人家在那邊擠 你知道嗎 你擠只是擠著把錢送出去而已 齁 那它這邊還有特別提到一個 像是印記10版扭蛋機 像是4月19號開啟 這我實在看不太懂 不知道它的意思是什麼意思 可能是 新的版本的印記扭蛋 因為這邊活動時間 4月14到4月19嘛 所以有可能是另外一種 萬正常這個假設當天抽完 隔天的 5點的時候它會更新 所以你現在擠 也沒有比較好 我讓課長抽一抽 那當卡池抽到 我認為是中階段的時候 中間的時候 可能第一 一開始課長會抽很多 中間大家開始會稍微等待 最後都沒人抽 就留一堆 聽懂嗎 所以最後的時候也沒有比較好 所以這個扭蛋機我沒有特別推 好不好 那大家要抽的時候就是 在最後的時候大家應該會瘋狂衝刺 這是這個扭蛋機的特點 所以我不推這個扭蛋機 每一種我都沒有特別推 都沒有推 但是最後大家還是一定會互相傷害 一定爭相 相信我 最後再一點點大家一定都瘋了 對這個叫做什麼 互相傷害扭蛋機 OK 那如果喜歡今天的精品分析的話 請記得右下角跟訂閱 右下角喜歡 訂閱旁邊的按鈴 隨時可以收到最互相傷害的消息 我們下次見 掰掰 cuando到一下